我保护王大爷的房屋有一些漏水 他一个人住在家里面退窖有一些不方便于是我就来到他家帮忙 来到他家旁边就发现了有一个千年老古今这个古今里面的水已经清花绿了 表弟用石头打了一下这个古今的 测试了一下这个古今里面的水位 发现他说有好几米深于是他性高材力的对着我说 他说他在这个古今里面打石头的时候发现了有一条鱼啊特别大 浮到这个水面上然后跑掉了 然后于是他就叫我去台上抽水几准备把这个古今里面的水抽干 在王大爷口中得着这个古今是他30年前打造的 如今这个古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一直没有干枯过 里面当时他打造这个古今的时候在井底埋藏了一个珍贵东西 而且井底啊 当时还投喂了很多条 重三四斤长达一米左右这个巨型蛇鱼 据说这些鱼在足够条件上 可以长到门板那么大 有些还可以长到几十斤大的 这些鱼的话现在已经长了好几十年 我相信已经应该长大了吧 表弟说刚刚发现那条鱼可能有个三四十斤左右 现在抽水已经正在紧张抽水当中 已经抽了很久 用这个木棍测试一下这个水位 可能有个还有一米深左右 一会就能抽干了 抽干了咱们就下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惊奇吧 现在抽水已经抽了很久了 我们整整正准备拿着这个楼梯去古今这里捡鱼啊 发现这个抽水已经被停折出水 准备再次拉染这个抽水机 发现抽水机还是拉不染 嗯 我们决定来到古今 你一看究竟发现里面有什么东西堵住这个抽水机的管子 用楼梯就呃 我们就下到了这个古今 景底啊 看一下 哇 来到景底就发现了 哇 这里是什么 这是一个银色的一个宝箱吗 难道这就是王大爷口中说的那个珍贵的东西吗 看样子的话 这个古今的呃 年代也是比较久远了 因为这个石头都已经呃 变颜色了 哇 这里有一条鱼 看到没有这条鱼是什么鱼 大土连鱼吗 好几十斤状 哇 这个尾巴也太大了吧 这条鱼满身伤痕的一类 难道是抽水机的管子把它吸住 吸死了吗 这条鱼也太大了吧 可能有好几十斤 很多兄弟怎么看你们把这个箱子打开 如果你们想看点右边的头像圈圈进来看我们直播打开吧